大家好,我是来自萧红昌团队啊,我眼前就是我们挖装尖图啊,出来了一部分,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这就像像我们的塔林一样啊,一座一座的山峰啊,看一下,特别好看啊,特别完美 建筑之美就是它的线条美啊,横平树枝啊,斜度,斜多少度都是有规定的 所以说这就是建筑美的地方啊,本人很喜欢建筑的啊 看一下 这 这就是我们挖出来的现场啊 我们根部一定要用这个铁锹把它抢干净啊 不抢干净的话,到时候我们 我们基底啊,有很多浮土,还要清二变啊 所以说我们配合小工,一定要把它清干净啊 小挖机啊 挖掘机里它那个 挖挖掘机的那个铲头啊 有宽的有窄的啊,挖装尖土的时候一定要窄的 有50公分宽的,有70公分宽的啊 如果技术不好的话,你就用50公分宽的 技术好的话,用70公分宽的啊 因为我们装件是1米2啊 根据本身的一个习惯来确定 加上你的技术啊,它比较考验技术的 在我们挖的过程中呢,我们要配合啊 超频打点,这就是我们的灰点啊 超频打点,这个灰点撒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达到设计标高了啊 这是给他们挖掘机一个参考 这就是我们现场 想了解更多现场视频呢,请加我们的微信139490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